好 我們回答一下小米的1810 他說現時入貨可不可以呢? 前景好不好呢? 這些就是完全無事業績 小米的業績擺明是差的 你又完全無事業績 純粹看到它跌到19元做指示位 即是有它的支持位 所以你要去博 我不知道你有多喜歡這個品牌 如果你很喜歡這個品牌 你也早就有貨 純粹你博這個股價是殘的 就19元做指示 但是很多東西都可以博 那為什麼要博小米呢? 我會有這樣的問題 小米的業績 你記不記得小米不是今次業績 上次業績那段時間 或者之前有個發佈會上說 要做世界第一 但是今次的業績出來 市場共產品變成第三 由第二變第一個過程 突然跌到第三 我估計當然跌得多 那個問題有時候看東西很短線 你可以說第二跌到第三 可以之後批上來 沒有人說錯火箭的升上去 這個涉及的問題 就是你對品牌有多有信心 你對品牌很有信心 你一早就走過去 你如果純粹這些位置上去 我只會得出結論 就是因為你見到跌得差不多 你看圖上完全是一個單槍 你肯定19元做紫舌位 輸4毫子 5毫子左右給你駁股底 是值得的 直播率是高的 但是我們最害怕的狀況 我們說選擇你可以去駁股 到時候你又不定19元做紫舌 穿了你問 那時候叫你說可以駁股 我們害怕的就害怕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要駁股小米就轉身快 19元做紫舌 但我會覺得 這個市況很多東西都可以駁股 為什麼要駁股小米呢 我會有一個很大的黑人問號 是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市況很多東西都可以駁股 我覺得就不會選擇以駁股小米為主